歡迎回來守著 這是我們兩個月來的第一次開直播 今天有阿楓在這裡 還有TT Hello 大家好 今天首先講一下傑子 那傑子第一件事大家都知道 像是丹恩努力 那這個就是在南韓和中國都找過吃的前鋒 那很多似乎都是比較負面的評價 在網上看到就是 但是我自己的想法就是 他跟科蘭會不一樣的 首先他不是真的一個很大牌的球員 因為他就有身形 而且你看到他鬥心挺好的 那我覺得以他的實力來說 他去年在韓織都仍然有心有力 是進了幾球球 那九球應該沒有記錯就 那我覺得 九球不簡單 九球不簡單 是啊 他來到港超 幾多場比賽 二十幾場 但是他來到港超絕對應付有餘 還有他在亞冠都會有一定的作用 比起科蘭 科蘭在前面走來走 都是走走走 但是他可以 單人努力可以運用他的身形 做到支點 科蘭在亞冠的時候 其實不是很做到支點的作用 但是單人努力以他的鬥心和能力 我覺得會做到前場的支點 以及以他的態度可以 激發到其他隊裡面的年輕人 那科蘭那時候就 好像不是很激發到隊裡面的其他隊員的潛能 那丹奴在科蘭的時候 科蘭的時候 我覺得 他Witches應該有對於球隊裡面的年輕人 會教一下年輕人 其實他幾次接受傳媒訪問 都是說 香港的球員其實缺乏對於自己的信心 我相信他在球隊裡面 Witches應該說更多 關於怎樣去適當信心的事情 我相信 鄭子龍那球的世界球 其實應該都真的 有科蘭的 一直對他的教會有幫助 就是大家要有信心 先試一下 其實 我相信其實科蘭 應該 就算他在球場表現不太好 但我獲得作為一個專業的球員 積極的球員 相信他已經知道自己應該要為球隊帶來什麼 但是我覺得 單一挪衣 卓鶴是核散二霸的 但是我覺得他真的 會做到他好像 現在是AC米蘭的作用 大家看到 AC米蘭在二霸交完之後 整隊球都不同了 整隊球都是年輕 對 他整隊球都是年輕球員為主 意思是米蘭 跟現在傑子也有點相似 現在傑子也是陳俊勒 鄭展龍 然後羅子晉 雖然後面還有丹利 唐堅文 你們的路障 但是 很多年輕球員 我覺得丹利 應該可以大氣到對方 跟E-Bar的作用 他在亞洲是超級 我覺得 傑子找他來踢阿姑 其實是很正確的選擇 好過找波蘭那隻 這個雖然老 但是不是很大名 不過大家不知道 實際少少 我相信實際少少 還有 都沒有那麼貴 在球場上 Reach 這次應該可能 好表演過波蘭的 還有呢 他現在傑子是4月底 在亞冠 是嗎 大家不知道 他其實對英格蘭 進了兩球球 在那一日直爭路 看看他到時 在傑子可以在亞冠 進到多少球 嗯 我覺得 不知道 我真的要看他 真的要下場看 看我下場看 現在 現在香港總是 大家知道 還可以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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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超 不知道什麼時候才可以踢 但是 建資亞冠 下個禮拜 抽籤4月就會在中立場 踢 那 還可以踢鬼 所以要回香港 對 對 然後16強 如果 建資入到的話 就回香港 一兩個月 就要再起程去踢 16強 應該是16強 8強 都是同一個地點 再踢 然後4強 決賽再搞 這樣 沒記錯 但現在的問題 就是 我其實相當擔心球員的狀態 因為 你知道現在 是 香港 香港 是不一樣的 連播 都停了 廣場亂賽 好像停了第一輪 之後就已經 兩輪 幾多個月了 11月 踢完兩輪 都停到現在 對 對 你說蠍子相對比較好 因為自己有訓練場地 但其他球會那裡 就是 我其實 比蠍子 我固然是擔心 始終代表香港 但我更加擔心 就是東方和氣民 因為始終他們現在 播放著年青球員比較多 年青球員是更加需要 去保持自己的狀態 因為如果不保持自己的狀態 那個起步會很厲害 因為他現在 要成長中藝階段 是更加需要更加多 更加高壓小章 去鍛鍊他 特別去應付亞洲的賽事 所以 都十分之關心 不過東方和李文 是不是有得踢 都是未知之所 因為去年阿協都取消了 不過 不過都有機會說 在台灣中立場 這樣踢的阿協 不過不知道 但如果台灣的中立場 就不算是中立場 因為我們在台灣球隊參賽 對 其實現在你看到 亞洲足球 足協的呼聲 甚至亞洲足球新聞 有沒有看到什麼專誼 看到有機會阿協會繼續踢 或者其實 沒有的阿協會繼續踢 所以說抽籤的一定是值得 不過下個禮拜抽籤會抽中一點嗎 大家到時會一起看直播 看看到時我們可不可以直播 一起跟大家看 但看通常那個時間是幾點 因為太晚就不行 因為始終我們兩個身在外地 搞到差大家都知道 我是局的家 不過 現在繼續說下去 關於球員創裁 其實大家知道 現在 政府的所謂 防疫泡泡政策 名字都覺得很壞 就是不可以 整個體藝界都已經停滯了 去到這幾天發生了一件 哇 好啦 軍動的事情 就是佛啟江竟然會調整的 就是大家 建制派 就是他會插政府說 你給巴士開 但不給球市開 是啊 大家看到現在一張相片 其中 就是現在我們有帶了盧域 阿冠相 梁手指的相片 還有其中一張就是佛啟江的相片 大家現在看到的 就是大家作為 我們立場會 就是要挨禁本土派 我沒想到 哇 佛啟江竟然會出過這樣的一波 還要是這樣的一波 是贏的 政府的那波 是好笑的 雖然有些人會覺得 這張相片代表選舉近 佛啟江是要做事 但是 也可以看到 其實球市真的要憑死 連一直 在一系列 那些人都 真夠佛啟江 都覺得佛啟江沒有用的時候 都找佛啟江回來做些事 你們知道他捉中的時候被人拆得很厲害的 李輝立就吵過去 很多人吵過去 就說他不行了 陳曉明是因為這樣辭職 炒了還是辭職 陳曉明是 那你見到他肯出聲 其實事情的嚴重性 都非常之高 也都是球市 都真的要想的了 還有我見到他都幾有誠意 他找了不同的一些受害者 看下的受害者拍了一條片 就說他就快死了 然後踢了林鄭 始終球員都要開工 都要等飯吃的 真的 真的 還有你要知道 今屆的廣超都簽了相當之多的簽證外援 那 若然到現在他們還是 還沒做粗 也都在影響著 球市的時候 我相信有機會 如果繼續下去 廣超未開的時候 已經有外援走了 因為他們支撐不到他們的工資 這個是我所擔心的地方 不過他也說了叫建制派 我也也說了民主派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 那些廣場 那廣場其實呢 更加出了一個更加仔細的時間表 就說要重看廣超 那一月底要灰迫操練 二月中月閉門錯賽 三月份是球迷入場 其實應該就合理了 就是要這樣去做 就是 如果不是呢 如果不是呢 我真的很擔心 可能說 在廣超未開的時候 應該超過外援走 甚至是香港的球隊 是沒有狀態 有比賽 我覺得第一 開不開給購物入場 那不是最重要 最重要是先開場 給他們先 因為之前 一月二月的時候 都是閉門錯賽 那他們也照樣出的 那 我們都可以在場外看 頭一隻球 但是 你一定 最重要是第一動第二步 是開回 場地給他們先 開不開給觀眾 是不叫重點 不是的 你想想 結智守護神進立 這樣入場 立場 立場 你就結智馬上贏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那到時候 阿冠也是閉門錯賽的 也是的 那我覺得 到時候有阿冠 大家都看直播的 那大家 都沒辦法去中東 看的 不過 我對結智 阿冠這次 會有些信心 我覺得 可能多過三分 多過上次 因為 首先 他們這次中立場 八把聲的踢 那 雖然 你說結智 是 沒什麼準備 可能是 第一場 今年第一場 2021年第一場 第一場 踢阿冠 但是 其實其他某些國家 都可能的準備 不是那麼充足 大家 搏 亂之下 結智得到分 不是沒可能 還有 大家都在狀態不好的情況下 踢 還有那時候 香港很多時候 都是 講講隊 就是 很多時候都是 臨急落忙 湊隊球出去踢 其實表現也不是太差 如果 多年烏茲別克 都可以和 其實我覺得 又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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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踢 沒踢 沒踢就真的不太誠實 球是遠 不是 還有一個很特別的因素 就是這次阿冠 不是 賽會制的 就是叮咛板牙的踢 就是 我們當 他們要踢完十六強 之後 那他們 剛才我們應該跟正他們 是踢完十六強的 那個賽會制 是同一個場地 那所以呢 他踢到差不多 第四輪 應該已經有球隊出了線 那個小組裡面 那四隊 那他對潔子的時候 他明知道 對完潔子 可能在什麼二個場 過六天 就可能已經要踢 十六強的話 那他可能對潔子 又收起了全部主力 那我們反而可以 偷雞特米 拿到三四分 那樣 偷雞特米 那你說潔子出不出到線 就沒什麼可能的 認真 都行 對 沒什麼好玩 其實也要看抽籤 抽什麼籤 如果抽到隊伍 又拚一點 那當然好 那我覺得 最後講一下潔子 會什麼踢法去看 大家都知道 現在教練又是朱之光 那 上次阿冠他試過 兩個陣 一個三五二 一個四 四二 那最後 三個陣 還有四三三個試過 關心就是說 關於陳俊一的情況 陳俊一好像說 會去試腳 那 其實我想知道 他出發了沒有 還有他試完腳 之後有沒有機會 有外隊籤 可能就 有機會不踢阿冠 你覺得 陳俊一應該 乖乖地踢阿冠 但始終現在疫情 沒有什麼可能 去外國到試腳 你又要去到又要隔離 然後回來又隔離 玩自己 都應該還沒出發 所以 陳俊一應該 回來打阿冠 打4-4-2的左閘位 左中場的位 因為 怎樣都好 朱之光都應該出4-4-2的 經過上次阿冠有實驗之後 還有他現在講超4Q 就出4-4-2 都很期待他在阿冠的表現 陳俊一 我覺得丹恩盧域會註冊 中間有巴爾賴 後方有註冊 如果朱之光要出4-4-2的話 以現在的陣容的話 他的拍檔應該是安永佳來的 這個丹恩盧域 蘇莎呢 蘇莎入籍 蘇莎現在還沒清楚 是不是有本地球員之間 那時候 如果他要駐蘇莎的話 那再看 因為我們都不知道他現在駐了誰 不過我想丹恩盧域和比爾拿像 後面撲進鋼 應該是鐵腳來的 那 是差在他會駐加維拿蘇莎 還是怎樣 還是他再簽多個後衛 我們還不知道 再看 如果蘇莎和加維蘭之間 我相信 至光一定會選加維蘭 但是加維蘭和丹恩盧域的作用 會有少少重複 而且沒有蘇莎的反擊能力也會差了些 也是的 所以現在他還沒住 就很難評他的選擇 所以蘇莎是六區護照 是夠做可以踢阿館 整個軍用就會被拿 就是軍用就會辣少少 因為始終阿館 我記得那時候 你就算拿了特區護照之後 都要幫香港隊出個場景 才可以計算本地球員 出過了嗎蘇莎 沒有 因為他是入籍 所以不是香港 本身套身套獎 如果是入籍的話 還沒夠兩年 應該要代表香港隊 才被你踢阿館 現在香港隊沒有賽事 要怎麼代表香港隊 A級賽事 還是那些 B 可能說 一定要A級 如果我是足重 我是為香港隊友好 現在都不能約賽 我還想踢足有儀賽 給蘇莎阿俊 現在沒有 蘇莎要加入 外援的機會很大 那這一節 講到這裡之前 下一節 我們會回來講雷手指 不要 講雷手指 大家請期待